做完八组的天然的珍珠以及水滴之后 最后会结束在水滴的部分 接下来所有编织的方法跟刚才都一样 都是加两颗的中间珠 然后再外侧珠 那加柱子的顺序 依序是六米的珍珠 六米的湿滑洛士奇水晶珍珠 再两组的水滴 跟刚才前面的这一段 这一组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把天然的珍珠 改成湿滑洛士奇的六米的水晶珍珠 那总共要加十组 就是会有十克的六米的水晶珍珠 一样就是加新的两颗中间珠 然后一组外侧珠之后 回穿四颗中间珠 两颗旧的两颗新的 那总共要加十颗的六米珍珠 那记得最后也是会结束在水滴的部分 两组水滴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又编完了十组的 就是六米珍珠及水滴 一段六米珍珠两段水滴这样子编了十组 等于是有十颗的六米珍珠 那这个基本上呢就已经到了项链的 大概是在中间的位置 那如果你可以自己比一下你的穿戴的那个需求 看看你这个长度是不是适合你的 已经到你想要的长度的总长的一半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 那你就在持续的编水滴 就是这个水滴的部分 一样就是加两颗中间珠 然后再一组外侧珠 外侧珠全部是水滴的方式 来做中间的这一段长度调整的部分 像这样子 像这个中间全部都是水滴的方式 来做这个项链调整的地方 那如果因为你要这样子把它 我们现在编的基本上就是 你要算的总长就是这个 那个流苏的 你要想看看你这个相当于坠值的地方 要在哪个高度上 然后再来看你这个总长要多长 那你现在已经织完十组的 那个六米珍珠的部分 就等于是在这个位置中间的地方 那如果你觉得长度不该够的话 或者是你要把长度拉长的话 那就持续一边这个 每一段都是这个两颗水滴的 外侧珠的这样子方式 来做延伸的那个长度的设计 那如果说你觉得长度已经OK的话 那你就持续的再以 前面的这个六米珍珠 跟水滴水滴这样子交叉的方式 再继续把它编完 但是要记得一样就是十组的六米珍珠之后呢 要再把它改回来 是这个天然珍珠 那天然珍珠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们开始的时候 这里是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记得就是八组之后 要改成是以那个 加一颗新的中间珠的方式来做编织 那到这个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在 开始的这一端的时候是珍珠开始 珍珠水滴水滴珍珠水滴水滴 那在结束的那一端的时候 记得编到这个八颗的珍珠结束之后 要开始编这个水滴的时候 就要以加一颗中间珠的方式前进 然后变成是水滴水滴珍珠水滴水滴珍珠这样子 然后中间珠都是加一颗新的中间珠 好那就先继续这样子做 好那我们已经编完了主体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这个流书的地方 那流书的 流书的话就是 会有起端跟环边侧 那起端的话这里是有一个花 好那我们等一下要将这个 编珠的部分 这个线把它拿下来 但是这个流书的地方 我们就要前进到这个位置来做流书 像这样子 就目前我们线是在这边 目前线的位置是在这里 那我们要前进这个 日人小猪跟珍珠 前进到这个垂直下来的对象的位置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来这里的 就等于是它的对面来做流书 那流书的话呢 我们在两侧来讲的话都一样 那丸编的这一侧的话 因为我们编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直接以加日本小猪的方式来做 那每一串流书都是加50克的日本小猪 然后三颗的水滴 50克日本小猪 三颗水滴 两颗80 再一颗天然的珍珠 然后再三颗120日本小猪 再隔着这三颗120日本小猪 回穿全部到这边来 那在螺旋边的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回穿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就要在前进中间珠四颗 然后回穿外侧珠 再来做第二段 第二个流书 第二条的流书 那我们已经加了50克的日本小猪 还有三颗的水滴 两颗的80 再一颗天然珍珠 然后最后有三颗120 那我们要隔着这三颗120日本小猪 回穿所有的珠子 那在这个水滴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 每一颗一定都要穿到 因为它会交错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确实三颗都有穿到 然后这个流书的话 要比较注意 就是不要拉得太紧 要让它有一点点的缓冲 像这样子 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不是每一颗都有前进到 好 那这样子就把它回穿到这个 项链的主体的地方 那已经到这个项链的主体的位置 那这里我们要来做回转的动作 才有办法再继续做下一个流书 那我们就先前进最后一组的中间珠 然后这个地方不要让它会卷起来的效果 所以要留一点点的 让它有一点点的反冲 所以不可以拉太紧 拉太紧不好看 它会卷起来 所以我们宁愿让它上面有留一点点的线 但是也不能留太多 好 那刚才是前进中间珠 那我们现在要前进外侧珠 那这一次这个流书 我们可以前进到这里 再来做 那下一组的时候 你可以前进到这个位置 或者是珍珠 或者是你一样要从这个位置来做都可以 到这个外侧珠全部穿完 去做第二条流书 那第三条流书的时候 一样是回到这个位置来 一样是回到中间珠去 那这个 等一下 要怎么 就是 如果你要让这个流书的感觉是有错开的话 你可以 第三条流书是由这个珍珠的地方出来 那也可以集中在这个位置来做那个第三条的流书 一样加50颗的日本小珠 12领日本小珠 然后再加水滴 然后八零 然后再加两颗 两颗八零之后是结一颗天然的珍珠 然后再加三颗的12领 再回穿 做三串 好 那这个丸边侧的这一端 我们已经做了三组的流书 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就是 回穿到这个中间珠的地方 然后 再组 再回穿外侧珠 再前进中间珠 再外侧珠 这样子的方式来做收线的动作 好 那在其边端的这一端 这一边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线 如果你有挡珠的 你就要先把挡珠拿下来 好 那如果没有用挡珠的 现在就是 线是在这个圆柱的 就是等于这个花的顶端 那我们要前进到这个 嗯 开始 螺旋边的这一颗 日本小猪的对象这一颗 所以要前进小猪跟珍珠 然后到这一颗 日本小猪的位置 来做流书 那一样也是跟 碗边侧的那一边是一样 加50颗的日本小猪 然后做第一组的流书 那做完第一组流书之后 回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一样再回穿这一颗 起边的这一颗日本小猪 然后再剁第二条流书 再回来 然后再跟第一组同样的位置的地方 再做第三组的流书 像这样子 它会 就是 都是在这一颗 嗯 十二龄日本小猪的左右 去做流书的动作 那最后回穿的时候呢 结束的时候 做的三组流书 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前进这个 嗯 珍珠 跟日本小猪 那我们不再花的地方做收线的动作 我们回到这个肢带的主体的部分 就是螺旋边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来 以螺旋边的收线的方法 来做收线 也就是前进中间珠 外侧珠 再前进中间珠 再外侧珠的方式 来做收线的动作 那这个就是我们 编织的螺旋边的项链 好 PRESIDENT 对 对 对 我是